其实我不喝酒的话 我也想邀他回家聊聊天 看看电视什么 看看电影 总而言之 我要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 无论你是情能自尽 还是情不自尽 醉酒不是沉沦的借口 失恋不是放纵的理由 每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父子 这小子 这是没碰上坏人 或者没有碰上一些伤害自己的事 否则的话 今天有他后悔 因为男嘉宾他有个很大的前提是 他之前是工作压抑太久 而且是没有得到上次的肯定 重点是自己的工作能力 是很强的那种 所以他这种发泄 就只能寄托在酒精上面 但酒精上面 遇到一个真爱的时候 他只能想说 我证明我自己很有实力 你觉得他跟你见面 第一次就去了你家 即使他也爱你 你们俩以后生活在一起 你放心得了吗 哪天他万一跟你也生气了 他也去酒吧了 遇到一个也长得挺斯文的 也跟他回家聊了聊到了两点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见面这个人的感觉 我可以感觉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不是那种乱的人 你怎么鉴别他不是乱的人 看眼神 对于你们这种离奇的爱情 我不看好 每个成年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必须尊重他人 不管是身体还是情感 虽然人人都有自己的本能 但是要有控制自己的本领 要不然你不算是一个成年人 我说这话你认同吗 我认同 但感情的东西你是控制不住的 我没说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要控制住自己的手 控制住自己的脚 虽然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呼吸 自己的心跳 自己的肝脏分泌多少酶 自己的胰脏分泌多少胰岛素 但你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你不明白 内分泌的问题你管不了 但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手 不伸进别人的口袋 能控制住自己的脚 不迈进监狱的大门 但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呼吸 自己的心跳 自己的眼神 因为这一切只有药品才能做到 但是我们是成年人 我们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手和脚 行为自律 好吧 对 主持人说的很对 不能因为你这事 误会了其他的人 个个都跑到夜店去 找这种误会 我觉得我们开始 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段感情是真的 我希望这个节目 能帮我跟他告白成功 但是我希望就像主持人说的 控制好自己 所以我建议你在接下来 如果鲜花能够来到现场 如果鲜花能够来到现场 你们更多谈的是将来和自己真正的感情 就不要再谈你们离奇的邂逅了 没有意思 各例 各例 好吧 来请你站到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如果鲜花今天来了 却不愿见你 怎么办 我来节目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诚意 我希望他能被我感动吧 如果鲜花说上了这么一句话 说何博啊 不要太认真了 你怎么办 不可能 那我说如果一切就有可能 如果他跟你说 小伙子不要太认真了 你怎么办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他跟你说 我跟我前男友复合了 怎么办 他有可能了 他不搭理你吗 他跟他前男友可能好了呢 你怎么办 如果前男友的话 那我就要跟他认真追了 那你要跟他公平亲争 公平亲争 我就不相信 我就追过一个男呢 那如果他非常客气的跟你说 对不起 那晚我是一时冲动 不可能 比如第二晚 那晚没怎么喝酒 好 行吧 我祝你好运 好吗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好不好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下你的眼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我 下你的眼 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让爱再回到原点 有一位诗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当放纵 从门口走进来 爱情就会从窗口飞出去 你信这句话吗 我说句实话 我现在老得有点懵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那他今天不来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来揣摩一下鲜花的心理 好不好 第一次是冲动 第二次万万不可能是冲动 心里定是有点喜欢 但他一定不认同 自己的这种做法 人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不认同自己的做法 而因为情不自禁而做了 今天就更不愿意 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你暴露了 你们两之间的这段恋情的方式之后 再向大众来介绍自己 你有 他未必有这样的勇气 是的 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空间 由他自己选择 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请求当过知青的导演 明星 以及所有的导演 请你们一定要伸出 有爱之手 同情之手 真正的请求你们 能收下我 这个女儿为 一个徒弟 我这个女儿 她不会辜负你们的 她多才多艺 她不会带你们十万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有你选择了 望着父母 年迈 盘散的身影 让人感觉 五味杂陈 我们真心祝福 小岁的父母 能真的尊重 女儿的人生选择 也祝福这个经历坎坷 充满精心的家庭 最终能够圆满 看着他们 盘散的背影 你又不忍了吧 看见他在电视机前 像所有的 曾经当过知青的导演 或者是老师 来给你一条路 给你一个机会 你又不忍了吧 我现在 我什么都不想 我想安静一段时间 我建议你这样 你可以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酒店行业 好好去干 演艺事业 可以作为自己的 一个爱好 无心灾留 柳成英的事 也有可能 没有像你父亲 所说的那么多的 得失心的情况下 你倒还有可能 在艺术上 有一些成绩 无论如何 你的道路是你自己 对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我们希望是一个 好的开始 不会加重你的两难 好吗 好 下次如果有勇气了 可以再来 完美告白的舞台 希望那个时候 告白的是一段爱情 谢谢你 请回 谢谢 任何人的人生道路 是属于自己的 我痛不痛苦 我自个儿知道啊 我逝去的岁月 逝去的光阴和幸福 谁都没有办法 为我买单 只有我自己 所以我们支持 任何一个人 成年人 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不要倾心于他人 即便是父母 是为了你好 当你为了父母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的时候 你痛 他也痛 知道吗 我